我剛才在翻臭屜的時候 我就不小心翻到了這一張卡 呵呵呵 這個是我其中一雙Jordan一袋的那個 剛剛怎麼講 一袋它的全新品上面其實會有這一個吊卡 那我大概就想說 好吧那其實這吊卡好像有假的 那所以吊卡如果假的 它其實可能不會做到很精細 而且實際上它每一個產品呢 都有不一樣的吊卡 那這一個是鞋子的吊卡 鞋子的吊卡的話它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可以打開 然後可以看得到它裡面寫什麼 然後Air Jordan High 對不對 然後去解釋一下它當年這個 它的氣墊它的Air到底是怎麼放的 然後這就是所謂的capsule 然後這裡面在一個 嗯算是中底嗎 對然後上面呢在一個氣墊 然後這樣子過來之後 OK就可以看得到它怎麼樣去介紹 它這一雙鞋子 所以 然後外面再下雨 蟋蟋 跑來這一邊唱歌了 然後我要把它倒 這個我已經阻止它很多次了 其實它很大聲 好OK 那其實大家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一些其實都是小物啦 那因為我現在這一個系統呢 就是只能拍這樣子的東西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Jordan一代 很多人會覺得 欸那為什麼黑頭它其實會這麼貴 不知道特色為什麼會這麼貴 因為它其實原版的 它那個時候 穿拍那個 宣傳照的時候其實就是穿黑頭 有沒有 不是芝加哥色喔 是黑頭的 那黑頭 那黑頭 這一雙的黑頭呢 它其實 鞋舌的話 其實是黑色的 那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白色的鞋舌 一個是黑色的鞋舌 那Jordan的第一雙是 那個黑色的鞋舌 那其實多半的 嗯 有市售的是 那個 那個白色的鞋舌 那大家就可以 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這個其實我有很多張 呵呵呵呵 那 因為不一樣的產品 就有不一樣的卡片 這個 這個其實 蠻有趣的 那分享給大家看看 對不對 好 謝謝 掰掰 再做個 呃 這個 這個其實齁 我自己這一本書 目前是這樣子規劃的 就是其實有一些人 有一些興趣 然後大家在問我說 書大概會怎麼編 那其實書呢 那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會做 呃 好幾集 那我大概一年會出一本 那如果你說球鞋的話 球鞋可能 我目前沒有要那麼早出 所以呢 如果球鞋要出 可能會是 呃 後面的幾本 我其實會用 呃 不一樣的主題去 貫穿這一整個東西 因為我其實 我會希望大家 不要知道古著 好像覺得 哇這個東西很屌 這個東西很厲害 我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啊但是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不知道 啊這個東西 有什麼 特殊的地方 啊我不知道 嗯 這樣子就沒什麼意義了 哈哈 對不對 其實重點其實是 你還是要知道他的故事 對不對 比方說Jordan的故事啊 或者誰的故事啊 或者什麼這些 那其實我們大概都會在書裡面 我們會多少寫一些 整體的這個故事 那如果做球鞋的話 我會做一個 呃 像我自己的收藏裡面 有70年代最早期的 那個時候的亞瑟士 那那個其實等於就是 呃 Nike 呃 開始 一開始他其實是 呃 代理亞瑟士嘛 那後來自己做自己的牌子 這樣子整體這樣慢慢起來 我其實會把這整段的歷史 還有一些名款大概都會把它收起 給大家看 呃 我幾乎都收起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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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所以應該是會不錯啦 那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其實也可以收聽我的podcast 那個服裝的社會人類學 去尋找這個服裝的社會人類學 那其實我裡面多多少少都會講這些 因為我最近其實 大概一個禮拜會發一到兩篇不等 那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說的服裝 會比之前還要多一點點 那其實也可以留言給我齁 那讓 欸我知道 你比較想要聽什麼 好 那大概就這樣子齁 那 呃 就像我們的服裝的社會人類學一樣齁 那我們下一集就不見不散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團